這是三立新聞 這個昨天做的新聞叫做 言清標價值扯上炸貸案 光這個炸就很有意思了 這是民國87年 也就是1998年 中小棋營 我猜這個叫做台灣中小棋營 台灣中小棋營是說的 將近兩億元的炸貸事件 根據判決書的記載 這些款項有8000多萬 流向言清標的弟弟言清金 以及助理陳知廟的戶頭 而其中一間公司叫茂祥 也收到了460萬 根據資料顯示 茂祥是言清標的弟弟言清通 所申請成立的 言清標二房侯立娟 也就是言清標的太太 二房侯立娟也擔任監察人 不過嚴正寧說 嚴寬恒並未涉案 不願多做回應 好沒關係 跟你有沒有關係 這個等一下討論 那個時候 言清標是台中官議會議長 助理林育謙 捲入中小棋營 1.9億的炸貸風波 這都是根據法院判決書 根據法院判決書記載 炸貸案裡面460萬 流向茂祥公司 好囉 那這個我們引述 律師黃帝穎黃律師 黃律師說 言清標的助理涉嫌 炸貸也被判刑 相關的金流也有 流向言清金 言寬恒 流向言清金又連下 流向言寬恒 跟茂祥工程公司 茂祥裡面的監察人 可能又是言家人 侯麗娟 是不是他們家族的關係 跟炸貸案有相牽連呢 而據法院判決顯示 言清金收到了7000萬之後 匯了40萬到言寬恒的戶頭 請問這樣子 跟言寬恒沒有關係嗎 好 來 我們來看福西亞 民國87年 言清標擔任台中縣議長 助理林育謙 卻捲入中小棋營 1.9億炸貸風波 根據法院判決書記載 不僅言清標的弟弟 言清金與助理陳之廟 都收到千萬金流 還有一家茂祥公司 原來和言家有關聯 根據法院判決書記載 炸貸案當中的460萬 流向茂祥公司 繼續追查發現 言清標的二房侯麗娟 就在這家公司擔任監察人 助理涉嫌炸貸 那也被判施 那相關的金流 也有留向言清金 言寬恒 跟茂祥工程公司 那茂祥工程公司裡面 這監察人又是 這個可能是言家人侯麗娟 是不是他們家的家族關係 跟這個炸彈案有三千年 即使浙江茂祥公司 在民國85年成立 申請人就是言清標的 二弟言清通 侯麗娟還擔任會議紀錄 同時也具有股東身份 就連言清標的爸爸 言淮妹妹言月香 也都名列股東名冊 而根據法院判決顯示 言清金收到7000萬後 還曾經會40萬 到言寬恒的戶頭 非常多的言家人 在裡面擔任任東 擔任職務 言寬恒或者是言地標 就有義務把它解釋清楚 入法的金流 當時被炸彈出去 檢調再查這些金流 依到現行的法律 它其實會有獨立的末路地 這一塊追不回來 有難度 那個判決裡面 就是那個助理就扛了 言家人捲入炸彈風波 不過言寬恒團隊的強調 案件已有10日 判決定件 言寬恒並未涉案 因此不願多做回應 好 那我想請教一下 洪律師 這個案子是怎麼樣 這個案件 其實在高等法院的判決裡面 他當年 有一個公司 就是剛才特別講到 這個林姓助理 嚴金鏢的助理 他在這個公司當中會計 那他有一些文件 他跑去跟台企營 也就是中小企營去 當時還是國營 就是說全民買單 他當時的文件是說 我要申請兩億元 那兩億的貸款要做什麼呢 他偽造說 我有得標這個農工公司 有一個亞太世貿 到時期這個案子 是這個商業沒有得標 他說我有 他就開始為他做整套的文書 把中小企營貸兩億 所以他申請兩億 給一億九千多 所以這個核貸的比率非常高 但是後來被抓到是說 中小企營 那個時候還在查核說 你給我申請這個賠貸款 我去問這個相關的公司 說到底農工公司 這個得標你有嗎 他們還去偽造一套 大小張都蓋好 說這個公司說有 這個隊長的名字叫什麼名字 整套都蓋 所以核貸就開始陸陸續續把錢給這個炸貸的這些人 錢下去之後呢 我們是看到法院的判決裡面查到的金流 當時言清金 也就是他拿到七千萬 拿到七千萬 那有一家拿走四百六十萬的叫做冒翔工程公司 這個在法院的判決書把冒翔工程公司的那個設立的那個時間點都拿出來 他當時申請設立的是言清通 那記錄他設計那個會議紀錄是侯力捐 那後來公司成立之後 侯力捐擔任監察人 那當然還有包括嚴懷等等這些主要的股東 對 這他拿走的是四百六十萬 那言清金是七千萬 那其中的金流裡面有 嚴寬恆金手的四十萬 那其實法院判決寫得很清楚 法院判決怎麼說 他說執被告 這個林姓助理 這是言清標的助理 他當時是擔任言清標的助理 後來他得到言清標 言清金跟共犯的要求受益 他去做處理 那他在後面在法院審理過程中 他的身分從言清標的助理 變成言寬恆的助理 這真清楚 他們的判決數百六十萬 就是說這個人 他是這個最去扎貸 他的錢後面流向了言清金 流向了言清通跟侯力捐的這個公司 包括言寬恆有金手 最後是這個助理判刑 這個助理過去是言清標的助理 後來做言寬恆立法委員的助理 所以這個是判決書裡面收下 言寬恆的這個團隊回應說 這個他沒有涉案 其實在案件裡面 他是有角色的 只是他不是本案被告 是因為這一個助理 他沒有去講其他人 他雖然就講說 我當時是成他的助理 然後我也是因為受到言清標 言清金跟共犯的這個要求 請託才去跟這個契吟 台契吟的這個幹部回函等等 去託資料 但是我以為是這樣 這個助理不說那個人叫我犯罪 這個助理不說 不說誰是 我只是拿這個言清標 言清金去走門而已 如果沒有教唆的情況 他不會是共犯 所以言寬恆 言清標 言清金在裡面 雖然言清金跟言寬恆都有相關的金流 包括這個茂翔公司有這個金流 但是他在裡面 他們都不是比告 比告是這個助理去判刑 那為什麼錢會流進言清金七千萬 其實從裡面的相關人的證詞 有的證詞還講到說 這個錢為什麼會進來 我們也不知道 所以這個證詞 有的證詞就被傳訊 相關人去傳訊說 為什麼各個公司的金流 會這樣子進來 哪一筆 這筆要做什麼 我不知道 所以這種證詞 多得非常的奇怪 王委員聽到有什麼感受 我聽到第一 會不知道為什麼就有八千萬 會到我們的帳戶裡面 我們在場攝影棚裡面 不要啦 這整棟大樓 大概還沒有人遇到這種好事情 八千多萬 而且都不用負責任 這第一個 1.9億 這個東西如果沒有追回來 他就是全民要買單 他現在是全民買單 1.9億是很難開的 那為什麼就是 言清標 言寬恆 兩代的共用助理 林玉謙 一個造立 你薪水多高 好啦 就算新議會 全部的造立費 都打給單一一個人 他也不能帶到 1億9千萬 他憑什麼貸到 1億9千萬 是 台灣中小企業 可以算公家的 這人只是議長的走力 有辦法帶到一九 請所有學過銀行 放貸基本 查核的 放貸的一個原則 他為什麼帶得到 然後第二個 帶到了錢 他又很佛心 錢都不是自己花 八千多萬 跑到了別人的帳戶 那個別人 剛好又是 言清標的弟弟 又剛好是 言清標的助理 然後又有460萬 又跑到一家 茂翔公司那邊去 又好剛好 那個公司 又是言清標的弟弟 又是他的二房 又是他妹妹